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現時有很多歌手和藝人 都喜歡參加馬拉松 有他們在身邊一起跑 都會多出一份親切感 要數圈中出色的全馬跑手 阿蔣、蔣志光一定是第一人 因為觀眾對阿蔣的印象 除了是好戲之外 就是他經常在跑馬地練跑 非常勤力 而最厲害的是 他除了每年都會參加渣打馬拉松之外 他還會去其他國家和城市參加全馬 剛剛才從台灣回來 那我們馬上跟這位 這麼熱愛跑馬拉松的一幅聊聊天 我是蔣志光, 職業是演員 我已經跑過三年馬拉松 今年是第四年 我報的項目是全馬42.195的路程 已經超過十年了 當我覺得開始肥的時候 看看這麼多項運動之中 唯一一項我覺得 不會看到肥人的就是長跑 我覺得比你的生活上高 有一個節奏和計劃 讓你不會太容易放棄一些東西 運動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現在變成不是為了一個目的去跑 而是覺得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自自然地去跑 因為今年的渣打馬拉松 才是最主要的重點項目 所以這次就當作是 在台灣來一個長貨 我們叫做 但如果這個長貨做得好 對香港的馬拉松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我這次四個小時18分 我最好的一次也是四個小時29分 但這次會給自己一個很大的鼓舞 證明是有進步空間的 因為我第一次跑了之後 然後一直跌… 跌到四個小時五十多分 我想還是差不多 誰知道這次可以快半個小時 當然天時地利是很重要的 馬拉松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因為它太長時間 太長時間 你會發覺在這個很長的時間裡 你要放棄就很容易 但是你要堅持下去就很難 但是慢慢做這個運動的時間 會養成你一個忍耐力, 你的耐性 就是你遇到任何一個環境下 你都會知道是要保持個人 或者保持你的心情 你知道過一會兒就會過了 一會兒就可以了 這樣慢慢對我這個行業的忍耐力 就會變得強了很多 運動是需要培養的 還有需要一個氣氛的 我經常都希望大家造成一個氣氛 整個香港市民都覺得運動是好的 一起參與 不僅是參加一次性的比賽 應該是每天集體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